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Driple进阶 MyBetis框架 在上几个任务中 我们今天进行第三个专题的讲解 用Spring继承MyBetis 在如今的Driple项目当中 Spring已经无所不在了 通过Spring的继承 它就像一个粘合剂一样 可以把各大框架都粘合进项目里 所以我们使用MyBetis 也逃不脱Spring 用Spring统一来管理 我们项目的数据源 事物 这个是我们用Spring 集成MyBetis的核心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主要还是以讲MyBetis为主 在这里 其实这堂课会用到大量的Spring的知识 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详细做讲解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Spring和MyBetis集成好的项目 在这堂课我就带领大家 把这个项目的结构看一遍 从而了解这个MyBetis怎么被Spring集成进去的 当然这个项目的代码呢 也是基于我们前面做的所有的这个练习 基础之上的这个代码 做了一些改动 把Spring呢集成进来 首先我们在我们的泡沫文件里面呢 需要把Spring给引用进来 我们这里呢使用的Spring是1.1 这就是Spring的一些架包 我们把它都引进来 从这儿到这儿 然后呢这里是Spring所需要的这个AOP拦截 针对我们的事物用了AOP拦截器 来做事物的管理 然后这里呢 是引用了这个架包 就是我们的MyBetis和Spring的集成架包 MyBetis Spring 现在用了1.2.2这个版本 所以通过这个架包呢 我们把Spring和MyBetis可以整合进来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Spring的配置文件 这个呢就是Spring的配置文件 APP-contac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是怎么通过它 把Spring和MyBetis结合起来的 那这个呢都是Spring的一些配置 读取配置文件 这里我准备了一个新的 新的配置文件 JDBC4Spring的property 原来跟原来区分开来 因为我们这边所使用的一个连接词 和原来这个 原来这个所配的这个属性啊 会有些不屑相同 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一个 Tomcat提供的一个数据库连接词 看这边会有一些连接词的属性 然后呢这是SessionFacture 这就是SpringMyBetis啊 那个架包里所提供的一个 专门整合我们MyBetis的一个Spring的 SquerySessionFactureBin 我们看一下这个Bin 你看它其实就是里面 包含了我们的SquerySessionFactureBuild 对吗 这很熟悉 SquerySessionFacture 这些东西呢 都被封装在这个里面 并且呢 它继承了这个Spring的 ApplicationListener监听器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配置这个 在Spring里面配置这个 SquerySessionFactureBin啊 就可以把我们原来在 MyBetis里的核心文件 所配置的这些对象 都组装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置 它在这儿可以指定DataSource 就是我们前面指定的DataSource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在MyBetis的核心文件里 再配置它的这个 数据固连接的DataSource 我们看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代码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 比如说这是Plugin的 也可以在这儿配置 TypeAnius 它上面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 就是TypeAnius Package 然后TypeHandler 也可以在这儿配 然后DataSource IDProvider OpticFacture 这都是我们原来讲 核心配置的时候呢 有看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 通过这个SpringMyBetis 这个架包啊 就可以在Spring的配置文件里 通过配置这个SessionFacture 把我们这个Spring呢 都注入进来了 当然它提供了一个 这个SessionFacture 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ConfigLocation 它可以呢 在指向我们的 这个MyBetisConfig 这个核心配置文件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些属性 不够用的时候呢 假如说不能做精准的配置啊 我们还是可以把 原来我们配好的 这个MyBetis文件 给指向过来 后面的东西呢 我把前面的东西给覆盖 下面呢就是Spring的 对于事物的一些 常过的配法 它的Advice 它的LOP横接 LOP的蓝切 对Service方法进行蓝切 当然现在已经比较通用 是用那个 allocation来做事物的配置了 这个代码呢也是老 这里呢 就是会把所有的MAP文件 通过这个package 把它全部扫到Spring里面来 注入到Spring的这个 SessionFacture里面去 这样呢也不需要我们 在我们的这个 核心配置文件里面 再加载它 最后这里呢 我定义了一个 studentService 因为最后我这个事例啊 是通过 执行一个Service的方法呢 来把一些数据给查运出来 而且呢 我们整个配置里面呢 是通过这个 Service的名字啊 也就是这个名字里面 带有Service 进行事物的蓝切 那具体Spring的配法呢 我在这里就不讲了 大家通过学习Spring呢 来了解这个部分内容 那我们呢 看一下这个Service的方法 其实啊 它就是注入了这个studentMap 然后呢 调用这个MAP 去执行它的一个 GateTop3student这个方法 最后呢 返回出来 在Service里面 是提供了这个方法 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组方法里面 我这边新写了一个 App3 这个方法 那这次是典型的这个 Spring的这个方法 先把它的Spring上下文给加载了 然后呢 把这个Service找出来 最后呢 通过Service 其他的方法 把结果机给查出来 我们来跑一下 前面是在加载Spring 最后呢 原来是非常完美的 执行的这个代码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Spring的配法呢 我们就可以把MyBelix 这个完美 集成到这个Spring里面来 然后统一的呢 用Spring的这个上下文 AppContact AppContact 对它的这个 数据库连接 DataSource 事物做统一的管理 那在这个例子里呢 其实我并没有去把它的事物啊 给做一个实验 也就是说 在这个Service方法里面 像说我们是一个不是查询的动作 是牵涉到有事物回滚的 这时候呢 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Spring的这个拦截器啊 有没有起作用 对事物来做一些回滚 那这里呢 其实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 你这些名字开头的方法 它是不会参与事物管理的 大家可以在课后呢 去拿下这个代码来之后啊 再做一些事物方面的练习和研究 好这期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啊